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中美電話譚心 美國就業數據定好譚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是甚麼 全日恆指升了249點 收報24230點 今天升幅大約1% 成交接近1,000億有968億 不過全周計,港股仍然要跌1.7% 恆新指數計跌1.7% 即是甚麼呢 意味本周是一個向下跌了 然後收回高一點 等會和大家看看周線圖形勢 短線來看,其實是在50天線 好淡珍池,大約2萬4千關 上下穿梭 受制於50天線 50天線會否被升穿呢 應該由今晚美國職業數據決定到 究竟是向好還是向淡呢 剛好現在就是頂著50天線 先看看技術走勢 大家看看這幅走勢圖 上個星期五,曾經剛凸頭上去 上個星期五的時候,大家看到 突然凸頭上去,剛剛的50天線之上 但是是陰燭 結果星期一就低開了 就因為那時中美又有紛爭 特朗普就說要向中國報復 追究這個疫情 這個不是上禮拜,是上禮拜三 因為星期四,星期五是休市的 下來了之後 然後反覆回升了一點 大概現在都是在整個跌幅的一半水平 這個跌幅是1270點 中間位是2420 24220 今天收是24230 比中間位高10點 那都是中間位 剛剛頂著,被50天線頂著 50天線是24257 即是比今日的收市位高27點 即是在這個水平 所以是好是淡 就是看看是否可以衝穿50天線 如果你從A股和國企指數來看 是有機會的 你看國企指數 其實今天收的時候 就站在50天線之上 那些平均線好像向好 不過你不要忘記 上星期二、三的時候 曾經都出現過這個現象 即是衝了上去 所以不妨礙準 即是你單看國企指數 不妨礙準 一定要看恆新指數 恆新指數才比較準 現在究竟是不是衝了上去 很大程度 由今晚的職業數據決定 那個等待再說 現在先跟大家說回 就是今天 中美電話談心這件事情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就跟美國的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 今天就通過電話 還有美國的財政策 母音一齊通電話 三方 雙方不單止今次說經濟 說經貿 還有說到衛生問題 即是說到美國最關心 中國究竟隱瞞疫情 這些問題 如果連這個衛生 他們都說了 即是其實今次的會議 不只是單純是貿易問題 亦都即是說 將這個貿易問題 和這個衛生問題掛勾了 意味著什麼 即是特朗普這樣說 如果發現中國 如果有隱瞞疫情的話 就在經貿上 會有報復行動 將它掛勾了 但今天談完之後 基本上算是一個 比較利好的氣氛 雙方釋出善意 貿易緊張的情勢 有些講溫 利安人民幣 就重上7.1 即是向下跌穿了7.1 去到7.05 那邊 不是去到7.05 是向那邊發展 如果真是向下 即是穿了7.05 就更加有利 即是資金回流回中國 現在有這樣的刺激 所以今天A股都升接近1% 但就沒有恆子升那麼多 恆子升足1% 今天純正指數升0.8% 收報2895 都是好的 一路連續凸頭上去 深淨成分股指數更厲害 升1.27% 去修報11001 即是深淨成分股指數 收11000點以上 那邊比較好一點 帶動了 剛才看到了 國企股指數就衝了上去 那中美談心呢 即是 較今個星期一的時候 回到來的時候 本來說 大家很害怕 美國要報復中國 這件事情 現在好像緩和了一點 所以市場反彈上來 站在一半的水平 反彈一半 那為什麼反彈一半呢 就 除了緩和之外 即是都未完全信賴 說雙方沒事的 是吧 這個宅住在一半的時候 即是可好可淡 你看到投資者很聰明 去到 你看恆生指數 今晚大數據 中美又好像有些緩和 但是又不知道 他們真是真粉還是假粉 那接著怎樣 真是去到中間位 剛才解釋過 這個跌浪1270點 中間位就是24220點 它就收在24230點 50天線就比這個位高27點 剛剛就閘著世界 等今晚的數據 等今個星期六日 看看美國對中國的反應 向好向淡 即是在到中間 真是沒得猜 這個如果你說三角形 在正中間位 爆上就行 爆落就行 真是數據決定 真是今晚市場那個 你可以說數據決定就行 可以說是這個市場 對數據的反應而決定又行 可好可淡 如果你在投資者 這個水平只能夠 等官網 兩個字就官網 一個字就等 等它有個方向走出來 當然我仍然都覺得 如果說個人的傾向 就是十個牛皮九個淡 五窮六絕 都是偏淡一點 即是現在六成都是覺得向淡的 四成機會爆上 如果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去到五十天線 估計是這樣 但當然 這個完全都是等今晚的數據決定 福徒告訴你 是中間 中間位 在正中間 在正中間 市場好 既然大市在正中間 就怎樣 不想不下 不知方向 那些資金就走去炒股 炒股不炒市 今天很多板塊都移動 物管股很多隻創 五十二週新高 甚至乎歷史新高 另外又有醫藥 連這個內房股都做好 因為內地有個說法 就是說 近來市場利率 持續大幅低於政策利率 市場利率低於政策利率 那就是那些錢便宜 有利內房 物管炒了上去 內房又炒了上去 教育板塊一直都強的 還有科網部分 重機股那些全部 很多個板塊 今天都是陸陸續續走上去 說不完這麼多的板塊 集中說一個就是物管股 物管股一直都是我們看好的 這個板塊 先看看恆之周線圖 周線圖剛才說和大家要看的 周線圖是洋足來的 本周 但都是跌下來 剛才說過了 全周跌了1.7% 所以其實如果你純粹 從這個周線圖來看 就不是說一定很好 那麼日線圖來看 就是閘著在中間 如果從周線圖來看 看一個全面的圖片 就是阻力位 最重要的阻力位 就是2500這些水平 或者25001 衝得到上去 才扭轉到中期的弱勢 因為現在還是一浪低於一浪 你看周線圖來看 就是一浪低於一浪的 要衝得上去 起碼去到這些前浪底之上 這個就是2018年那個低位 就是24540點 2019年那個低位 就是在這個年初 所以 看準一點 這裡大概是24009的位 OK 現在你要衝上來 因為這條線斜斜地 衝上來2500至上 站穩 才是中線 即是才是好 所以暫時還是當它技術性反彈 短線 剛才說過 就是由這個50千線 或者今晚美國就業數據決定 好 講回今天 要跟大家看看那個物館股 物館股 我們看第一隻 是1755 今天呢 都升得比較多的 這隻股 1755 今天呢 簡單說吧 今天升成7.6% 收19.3號2 新成月 這隻呢 又是破了頂上去了 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就是整個疫情的時候 對物館股的影響 不是沒有 就是它在3月的時候 都跌過下來的 不過很快就衝上去了 就是破頂 然後再調整一下 現在又開始新的升浪 大成交 今天是吧 1755升7.6% 另外破頂 還有很多隻 1995 永升生活 持續走高的 3月跌過下來的 它跟著一路走上去了 調整都不是很狠調的 一路是這樣上 今天再上 今天升幅 雖然就沒有那麼大 但是你看它走勢強的 今天升3.9% 收報11.8 那麼 如果大隻一點的 還有中海物業 2669 就是中海集團屬下 又是了 3月調整之後 一直扯著上 不是很狠調整的 今天又再創新高了 收報9.11 升5.9% 保理物業 也是大 這隻 還有股價是很大的 80多元 6049 今天收報84.2 升3% 又是破頂的 3月調一調之後 跟著一路反復上升 不是很狠調整的 還有609.9% 碧桂園服務 又是了 3月調一調之後 反復上升 今天這個升幅都不算很多 1.5% 不過都是創新高 但是成交就不算很多 所以就並非首選 追落後的 又是未破頂 就可以3319 雅生活 它都很接近的 今天打了十字星 衝了上來 今天升2.16% 收報42.65% 但就未破頂 不是一支大人粥 成交都不是很多 稍微落後 它落後的意思是 比別的落後 不是它今天 就是這個長期走勢落後 長期走勢落後的 那些不要後 因為升了那麼久 它都不升 例如採生活的那些比較弱的 物管股 不要後 OK 還有 譬如說 這隻 都是新上市的 今年 9909的保隆商業 今天升6% 這些是準備破頂格 連續兩支大洋粥上 六成服務 2.869 今天稍稍破頂格 不過成交不算大 這些就是放在後一點 次選 另外一個 可以說幾隻的板塊 就是內房 內房來講 保持強勢 但今天升得不算多 就是世貿房地產 因為它準備好像想破頂格 但是就不算升得多 今天升得多一點的 就有旭輝3.9% OK 另外有中國海外雲羊 81% 這隻股 都有升至3.7% 但是你看到很多 其實內房股 它就未升穿50天線 即不是扭轉強勢的那種 這些 相對來說 如果物管股和內房股這樣選擇 我當然首選是物管股的 次選就是內房股 當然今天還有一些科網股上 大家一定很關心 例如小米 今天焦點股升8% 大成交衝上去 突破了這個環區 值不值得一想 可以的 等一等來 接近50天線的時候 比如11元邊 可以買入 接著博去再炒上去 大成交 是可以的 還有什麼呢 很多醫藥生物都有 不過就備能一一進錄 因為時間關係 趕著一兩個板塊 主力就是物管股 地價還是可以看好的 還有教育股 還是可以看好的 玩的那些當然是強勢的那些 不過記住所有這些 短炒為上 因為整體大市 我不知道究竟它是 在那三個人 究竟可以發想還是發落 今天技術上高 是很聰明的 它就在正中間位 在正條50天線 即是沒有一股 有今晚美國的數據 或者市場對這個數據的反應去決定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